今天的人情话题来关心 111年的特种考试地方政府公务人员日前放榜 许多类科没有招满甚至无人录取 其中大多是工程类的职缺 台北市府内部人员就透露 目前包含了土木建筑基电类 公共工程人力缺乏 近年除了录取率降低 报道率也不如以往 研判相关人才往民间企业流动 但也有民间企业的人资组网说 现在不只是政府机关缺工程员 其实民间企业也很缺 毕业新鲜人抱着书本苦读 努力准备考工职 以往公务员是稳定抢手的铁饭碗 但现在这铁饭碗却找不到人捧了吗 111年特种考试 地方政府公务人员考试日前放榜 总到考率只有六成 及格率不到10% 许多类科没有招满 甚至是无人录取 其中大多是三等和四等工程类职缺 台北市府内部人员也透露 近年来工程类公务员 真的越来越难找 以前报道率其实 只要有缺低等程都有人来 那现在很多缺失 录取的人最后有可能选择 不进来工务体系的 或是不足而录取 民营企业这种像结构技师 土木技师的这个薪资呢 确实这个比这个 所谓担任公务人员要高出许多 增加一些诱因 然后再加上少子化原因 大学部研究所 这边的这个毕业的人才也减少 还有民间企业的人资主管观察 现在不止政府缺工程员 民间也很缺 尤其是技术工 你做基电人才断层严重 要找到年轻人传承相当不容易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想法 跟我们之前不是很一样 因为公务员薪水一直不是很高嘛 对不对 所以对年轻人来讲 吸引力应该不是那么高 有可能申线管道不够畅通 也有可能啊 还要你要直等要再考啊 铁饭碗直缺找不到人 各单位只能先以约聘人员应急 但像是建管单位发证人员等 仍需经过国家考试资格 无法以约聘人员替代 人力荒问题还是有待解决 记者桃生于林宇 太暴动 自年轻人员